好的 我們看到的是 沒想到一軒可以穿這種 白色的大寬褲 對 大家還記得剛剛她穿的是 那個黃色印花 很像是要泡菊花茶的時候 會穿的衣服 就是會不小心阿祖媽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今天的主題很重要一個點是 所以我讓一軒穿的 其實是她可能平常不太敢穿的 比方說白色的寬褲 然後 而且高腰 而且白這樣 我要先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選擇比較年輕的感覺 有一個元素很重要 就是丹寧 只要有丹寧 牛仔這個東西 就會讓你整個年齡層降 大概三歲 五歲 至少會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我媽媽她們也都有丹寧 她們的姐妹 阿姨們也都有丹寧 對 所以第二件事 就是剪裁的問題 因為今年我們講流行 就是80年代 90年代的 那種復古的感覺 所以今年女生的寬褲 從去年開始回來到現在 她會把腰身做得更高 像這一款 她就是已經到了我們正腰的地方 就把逸軒的腰重新找回來 因為逸軒已經 大概五六年沒有 沒有很清楚的腰間 我們就利用這個黑白色的對比 做一個好像撞色的原理 讓她的腰線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看 今年因為90年代的關係 所以它有一些打折褲的那種折線 這都是很復古的造型 然後我們可以再搭配一個 比較類似這種仿舊感的 就是舊舊的 然後很有街頭味道的這種擠皮的腰帶 但是上面有一個很可愛的小珍珠 去做一點點女人味的造型 那上半身的部分 我們先講牛仔外套好了 這個牛仔外套其實它很好玩的是 你看它有一個黃色的笑點 就是說我們要年輕 很多人就想說 那我就穿什麼米老鼠 或很多卡通圖案 可是重點其實不是這個 是你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符號 看起來就會年輕 重點在剪裁 比方說像今年的牛仔外套 它其實也是落肩的 你看背面它也很可愛的笑臉 然後這個就是跟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年輕品牌做聯名的一個款式 所以今年它有出很多這樣的一個系列 比方說你看像這個牛仔褲 它也是笑臉的 這個也是 然後它甚至後面的地方 它有一個小小的袋子 今年袋子很流行 然後或者是像這個 它甚至還有這個圍裙 你看 這個圍裙好可愛 對 它上面也是有一個 這是穿出去的嗎 其實可以穿出去 就是如果 你裡面搭T恤 襯衫 你搭T恤 襯衫都可以 就是你就可以讓它 對 其實你看 映軒如果穿這個 把它拿下來 這樣子比一下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風格跟態度 就會覺得 像吊帶裙嗎 對 就是會像吊帶裙一樣 而且你看它上半身是黑色的關係 所以會有收縮色 然後最底下記得 如果你像依萱一樣 比較就是稍微有點 對 厚片人 我建議你的鞋子 不要再穿那種 像我們這樣的球鞋 因為這樣就看起來很厚重 它比較適合反而就是削尖 削尖之後 它的 所以會覺得那個寬是褲子在寬 另外剛剛新妹姐有講到 就說為什麼她穿白色 因為這是寬褲的關係 所以你用白色 膨脹色 不見得會顯胖 大家要記得這個觀念 我們以前講 收縮色會顯瘦對不對 黑色 可是白色你要看它的版型 如果它版型是這樣 很寬大 寬鬆 往外延伸 並不是貼著我們的身體線條 比方說白色的窄管褲 那翊萱就千萬不要 因為它看起來體型就會很明顯 可是白色的寬褲 它的體型被遮住以後 看起來反而是有對比 造成它顯瘦的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它再胖就是 它還可以穿白紗裙 對 或者是很大件的白色 可是因為這個料子夠挺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也會有瘦的感覺